大家都知道當那些海水或者那些水 是受到人類的排泄物污染的話 這種鳥很高興覺得有多點東西吃就會來的 所以它的數目多是表示水質是差一點的 原來有些這樣的東西很有趣的 生物界的東西就是這樣 隻鳥很漂亮一扎鴿飛是很好看的 不過就表示下面的水質 有我剛才所討論的大肥世界 我們可以做很多調查 以後我跟大家講講 我們香港那些路料 小白路、大白路、池路、夜路、牛背路 這是牛背路、夜路 夜路很多公園都有的 我住那裡的鵝黃公園都有 其實這個九龍公園 九龍公園、香港公園 我懷疑天水圍的公園都會有的 附近有水圍的公園都會有一隻夜路在那裡 這些是邊走的前塘子也有的 小白路現在圍多利亞港兩邊都有的 以前就沒有的 我懷疑那些是不夠 不夠生界的小白路打 所以就下了市區 我們會數一下究竟每年有多少繁殖 然後看看它究竟香港那些路料 有沒有衰減的情況 疑護署的同事都有做很多功夫 他們到處跑 到處去數 數邊有些什麼著 他們自己都有透過自己的努力 不過因為地點太多了 所以實際上是數不完的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東西要靠我們普通人去幫忙 因為我們普通人去數著這種 在鬼路來說叫做Gentlemen Science 或者Gentlemen Science 即是一種普通人可以參與科學 它沒有什麼高深的東西 但是我們大家一路增加資料 慢慢累積 累積出來到後面 就會出現一些學問 即是Gentlemen Science 譬如燕歐 燕歐是以前的人 以為全中國沿航的燕歐都死青光 不過去到80年代 香港的官僚者 在香港水域裡面 竟然發出一些島仔 有些燕歐去繁殖 當時是世界鳥類新聞 因為他們以為共產中國是沒有燕歐的 吃光了 因為以為 但是我們就發覺 咦 原來我們香港也找到 我們現在都經常在這裡 我們今年也在這裡數這些東西 粉紅燕歐 賀次燕歐 黑酒燕歐 黑酒燕歐是最容易見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搭船出海 尤其是東廷州那些 夏天的話就周圍望 這些也是靠市民 或者官僚者熱心去數 我們結果能夠掌握 香港有些什麼燕歐 這裡是10、11、12、13 我們見到那些燕歐每年有些上落 他那年打不打風也很大影響 如果那些兒子剛出生 沒有多久 突然打了一場風就隨時 淋濕他、凍死他 隨時有很多事情發生 所以有多少起落我們不怕 不過最緊要 他不要突然間長期維持向下 香港有些很多池 這個路很像 有些人見到天上一堆著一飛 就說硬 香港就不會見到一堆燕一起飛 偶然會見到一些燕 不過很多時候都見到一隻兩隻 如果天上有一個人字這樣飛 有人說燕 那就麻煩你聽過這課之後 告訴別人 天上一堆很多飛 整個人字這樣 不要亂叫燕 最大可能就是路遲 另外有時也會有些鴨仔 鴨仔有時也會幾十隻都有 不過那聲音就過了 這些東西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也會數著它 我們會研究它 數著它是怎樣飛 去哪裏找食 數目多還是少 比如這幾 這二三十年 爐子的數目多得很厲害 多得很厲害 那些漁民就說 吃光它那個魚塘裏面的魚 又說要殺了爐子 或者要官鳥會賠償 好像官鳥會養的 但是又有吃到那些魚又怎樣 那我們就想招了 那官鳥會也在幫助護處 搞少一些矛盾 令到鳥仔可以有生活 保育是很麻煩的 那譬如剛才跟你們講過 我們又會去數一下 究竟一群的黑臉皮鹿裏面 有多少是兒子來的 不斷數著的話 我們知道香港的黑臉皮鹿 有沒有絕種的危機 如果他經常都在生小孩 一直長大 那就沒事了 所以鳥仔是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你只是一個普通人去看 都可以參與一些調查研究 白虎海雕 白虎海雕是一隻很漂亮的鳥 是這樣的 那要不要去到西山大林去找 不是 那時候看到機場的跑道 都看到天上飛過 只要你的眼開 和你的腹心打開 我們又會做些研究 數一下有多少巢 究竟生小孩成不成功 很多研究 例如大草鷹 這隻就是在我們香港最高的山上生活的 我們去調查一下它 很多 小葵花 鳳頭櫻舞 這隻就是主要的 以前主要在香港公園 其實這隻是很壞的鳥 這隻是壞蛋 我不喜歡它 因為它去到哪裏就撕了哪裏 去到哪裏就撕了哪裏 去到哪裏就撕了哪裏 因為這隻鳥很壞 早上去到那棵樹那裏 看下看下哪裏的樹葉 暖的話 它是一隻腳踢一隻 一隻腳去撕 撕到幾大飯 但它吃多少 即是吃最短的那裏 然後就劈了下 如果它在那裏吃個早餐 你見到整個地都是樹葉的 它就是吃最暖那裏 但它不知為何不肯撕最小的那裏 它會撕多了一些那裏 所以這隻鳥是破壞 香港樹林的 不過它在老祖中 這隻鳥是人放出來 三軍師令日軍公林 香港的時候 它不想自己的鳥做俘虜放出來 現在變成香港 由薄芙林去到小西灣都有 本來這隻是入青鳥 我應該打掛它 但它在鄉下 但它在鄉下不適 它在鄉下 樹林被人砍了幾乎沒有控制 現在全世界這隻鳥 最大的野生的一群在香港 所以我們現在要肩負世界 站在保護這隻鳥 但這隻鳥是破壞香港樹木 在哲學上怎麼想呢 它是入青種 真是壞人 但呢 是壞了 但它在鄉下又沒有定期了 怎麼辦呢 我又好像很可憐它 但現在的情況 就好像敘利亞難民走了去希臘 究竟要趕它走 還是要保護它 還是養它 是哲學問題 是呀 官僚也有哲學問題 魚護柱呢 我當然要說魚護柱有做事 你慢慢看 做魚護柱也不錯 很有趣的 可以坐一隻飛魚二號 在後海灣上面 那些氣墊船 那些氣墊船 不過那隻氣墊船 好像壞了 我很久沒見過它走 但我看這隻氣墊船 在淚灘上面 好像很威風 不過它會看著 沒有人在那裡 非法捕魚 才會出來衝鑼 我剛才說了這麼多 就想讓大家知道 香港其實有很多獎人 還有香港 我們這麼多獎人 我們的生態環境 很多不同的環境 其中一種 我們香港引以為外 就是那個濕地 那個濕地 是重要到什麼地步 可以是全中國水鳥 某一段時間 四分之一 鳥口在香港 所以這些是重要的 剛才我舉了一堆例 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們香港 只需要普通的人 有雙眼 有個心 就能夠做很多的調查 那些調查的 那些數目就這樣看 好像沒有什麼意思 我數幾個字 但原來加加萬萬 給了一個 整個大的故事 讓大家知道 這種狀況有沒有問題 如果我有問題 其他地方有沒有問題 我們又影響了國內 國內有很多同好的話 大家加起來 可以看到整條行道 例如韓國 其實由俄羅斯 韓國 一直到香港 到下面 然後分 我們可以是全部協作做的 所以大家參加這個活動 是數獎 會不會數其他東西 大家學一下數 學一下便認最普通的獎 原來就已經是 開始進入一個很大的 我覺得是一個 進入一個很大的空間 就是 你將來可以有很多東西看 很多東西數 可以數到你 拜拜都沒有數完 因為我希望 你拜拜之前 那些獎就沒有拜拜完 因為我很害怕 在我這些世人裏面 我會見到什麼呢 我很害怕我會親眼見到 這個雀鳥千曬是結束的 我真是害怕的 因為我為中國沿岸那些灘灘 那些泥灘是全部剷掉的話 然後鬼布都剷掉的話 東亞水鳥這個清洗現象 是有可能消失的 是有可能的 以中國的法治之間來做到 那麼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做 數著獎 如果是一直在小 就要大跳 人多跳的話 政府就要害 世界是這樣的 為什麽做人要大聲 為什麽要訓練你們大聲 剛才讀你們大聲 因為這個世界有時候 要大聲才有人聽 還有人多才有人聽 我們希望你們 就參加這個活動之後 繼續保持著個熱心 一路幫忙數掌 然後形成一個氣候 這個世界的政府 是要照顧一些車仔 謝謝